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油面筋酿肉 有的地方也叫红烧油面筋腮肉 所用的材料家常又简单 主要需要在超市里找到这种油面筋 这包11个左右 先把姜块切成末 再把葱也切成末 切四分之一个洋葱或者是拍一些蒜头 还准备了一包金针菇掰开洗干净备用 先给猪肉馅儿调一个味儿 盐 糖 还有白胡椒粉 料酒去腥和两勺酱油 再把切好的姜末跟葱末倒进去 打入一颗鸡蛋 再加入一点点的苏打粉 可以让肉馅儿非常的滑嫩和有弹性 调肉馅儿的时候 加100毫升的水 分几次加入 边搅拌边加入 让肉馅儿把水分充分的吸收了 肉馅儿准备好了 我们来处理油面筋 在油面筋上用筷子插一个洞 然后用筷子或者是比较细的勺子 在里面搅拌 听到这个声音了吗 他用筷子或者是勺子 把里面那些虚的脆的都搅断了 面筋里面的空间就挖出来了 但是还是要小心 不要把面筋捅破了 这个是第一个油面筋 我是用勺子挖的 这个口就比较大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里面已经空了 这样就可以塞非常多的肉进去 再用勺子把里面的肉馅儿压紧 尽可能多的塞肉馅儿进去 这样油面筋酿肉就会更好吃 第一个就做好了 我们接着做吧 第二个我就全程用筷子来挖这个洞了 这样油面筋上的洞口就可以留的小一点 小小的洞口向里面放肉馅儿也是一样的 尽量的向里面塞 塞进去以后 稍微震动一下 肉就会掉下去 塞了几勺以后 再拿筷子向里面压一下 让肉馅儿充持着油面筋里面的内部 好了第二个油面筋酿肉也做好了 这个看起来就非常的秀气 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所有的面筋泡都酿好肉 中火起个油锅 加一点油 焯洋葱或者蒜末的目的 是为了让待会儿菜汁有一点香味 把油面筋的口朝下放进去煎 一煎就把洞口的肉馅儿凝固了 里面的肉馅儿既不会掉出来 也不会变形 倒入开水 盖过油面筋的一半的高度吧 调味 盐 糖 糖可以稍微多放点 还有酱油 如果你想颜色更深的话 可以放一点点老抽 把水浇到油面筋上部 碰不到水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油面筋一碰到水 它就会扁了 但是我们的油面筋看着还是鼓鼓的 就是因为里面塞了非常非常多的肉馅儿 转小火盖上盖儿 煮十分钟 十分钟就可以把油面筋里的肉馅儿煮熟了 时间到了 打开盖儿 我们把金针菇放进去 再把油面筋翻一个个儿 洞口朝上了 再盖上盖儿煮五分钟 好了 可以了 撒上红辣椒和蒜末装饰一下 香喷喷的油面筋酿肉就做好了 下饭神奇 非常好吃 你也试试吧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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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